哈囉,各位前面朋友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爸爸超人的好朋友,楊慶被鎖了喔,被鎖帳號鎖了好幾天喔 那他是一位非常挺三國群雲專業的玩家喔 因為用了他的真金版影,買了變2A刷太軍人寶 那官方一查金牛查到他身上,他就被鎖了 稍找蜜塔的時候打RIP,沒有反應啦,057楊慶,並不存在這個世界上喔 那這個賣他刷太軍人寶的玩家,依然效果法外 那真正喜歡這個遊戲的慶哥啊 每天承受這個帳號被鎖,無法跟他兄弟一起國戰的一個痛苦喔 每天都過很未準,我看來也是蠻揪心的喔 那我覺得啦,就是要處理刷退軍人寶的問題啊 這個解法不會很困難,在對方應該是很簡單的喔 你只要在這個帳號刷退軍人寶的當下 如果說他這個帳號沒有足夠的軍人寶去扣除的話 那麼就利用這個手機綁電的功能嘛 去查說這個玩家是誰,然後用電話聯絡他 譬如說像我好了,假如我身上有1000軍人寶刷到2000軍人寶 那麼你們就可以打給我,就是說 你刷退了2000軍人寶,但是你身上只有1000,不足1000 你必須要補足他,不然的話,我們將會以詐欺稅來起訴你喔 那因為刷退已經流通在外的一些軍人寶,就不要去管他了 避免懲罰到善意的第三人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講說,有可能就是刷退的人 他是用這個買來的帳號來刷退的阿 就是人頭帳號來刷退的 到時候有可能會懲罰到原本賣帳號的玩家 所以我這邊的話我也主張阿 同時主張就是,這個官方看可不可以把這個 手機認證的綁定功能開放解除的功能 開放解除的功能,因為帳號的買賣這種事情 這是比較難去避免的喔 那如果說可以解除的話,到時候如果說 各位朋友你們要賣帳的話,你們就可以把這個 手機認證給他解除掉喔 到時候買你帳號的人,他就無法 無法用你的這個手機號碼去 買賣東西了,他如果說要買賣東西的話 就必須要綁這些手機號碼 到時候如果說他買你的帳號,買金元寶去刷退的話 官方也可以用這個 他綁定的手機去查 去查他的身份 不然的話這個手機認證的這個功能 有點像是假的一樣 因為他無法去追溯這個問題的成員 問題的玩家在哪邊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反正就是,這個是我出錢的一個建議跟想法 那官方的話,你們一定要善用一下這個功能 手機認證的功能去找出真正的問題源頭 不然的話真的很多很可憐的一些朋友們 真的就是莫名其妙被鎖了 那真的,就是犯錯人,就是笑話法外 每天都過了笑哈哈的 這件事情這樣子不太對 個人潛見的話你們可以想一下怎麼做更好的 謝謝你們聽我這樣子 感謝,祝你們好人一生平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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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